据四川内江市公安消防支队1月20号深夜通报 火场救援受重伤牺牲的31岁四级警市长吴俊桓一入55年 系该省广源市朝天驱人 内江消防通报称 1月20号上午10点19分 内江威远县镇西镇政府专职队接报警 称该镇中心村12组一民房发生火灾 接警后 镇西镇政府专职消防队立即出动赶赴现场处置 吴俊桓生前站有介绍 10点55分许 专制消防队到达现场发现 起火建筑为一层三间土砖混结构民房 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 现场失火市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浓烟滚滚 十一时许 现场指挥员四级警市长吴俊桓带领搜救组 组织搜救被困民众 31岁的吴俊桓不幸被房屋土砖混合墙倒台 埋压并受重伤 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内江消防表示 牺牲的吴俊桓1986年11月出生 今年31岁 西四川广源朝天驱人 2003年12月入伍 威远凉峰路中队特勤班班长 四级警市长 2018年是其入伍后的第15年 他的遗体在维园前 并有关 他的勤述 越远陆陆续续地 从成都 光源 甘肃 甘肃到内江 这后是处理工作 以及游户工作 他们正在反计划 推进之中 国家的原因 正在调查之中 目前 四川公安消防总队派出的工作组 正在委员开展工作 牺牲的年轻消防战士 吴俊桓的相关善后等工作 正在进行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肃到内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肃到内江